第17题,根据2NO和NO2所代表的意义,下列的比较合者正确 2NO是表示有两个一氧化氮分子 NO2是表示有一个二氧化氮分子 所以它们的氮原子的数目比 一个一氧化氮分子有一个氮 现在有两个分子,所以有两个氮 一个二氧化氮分子有一个氮 现在有一个分子,所以是1 所以它氮原子数比是2比1 而同理,我们的氧 一个一氧化氮分子有一个氧 那么现在有两个分子,所以是2 一个二氧化氮分子有两个氧 现在有一个分子,所以就是2 所以它的氧的原子数比就是2比2 也就是1比1 那么总质量要换成质量 那么就是我们把2就当作是两莫尔 那么莫尔去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就是它的质量 那么我们的一氧化氮 它的分子量是40 所以2乘以40 就是叫做80 那么我们的二氧化氮 它的分子量是46 一个所以乘以46就是46 所以它的总质量比 应该是80比上46 也就是40比上23 那么总原子数比 那么现在一个二氧化氮分子 是会有三个原子 那么现在有一个分子,所以它就是三个原子 那么现在一个一氧化氮分子 它有两个原子 那么它现在有两个分子 所以出来就是四个原子 所以它的总原子数比呢 是4比上3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正确答案只有B 所以第十次题问我们说 下列比较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氧原子数比1比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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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